最后登场是我们嘉宾会是谁呢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男嘉宾好 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 但是现在也是在小长假中 所以我也要补发给大家月饼啦 这些月饼都是我从天宫带来的哦 嫦娥说话好时尚啊 我们先吃的啦 对吗 今天一早就起来做啦 哦 这是你亲手做的月饼是吧 对呀 哎呦 那好 所以难怪那么难看 好 来 赶紧送给男嘉宾吧 这是一个好兆头姑娘 送上了月饼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当然 吃了我的月饼就是我的人啦 你有这么大胃口 你要一下子把16个人都带走啊 没关系 天宫很大的嘛 哦 好啦 不和大家开玩笑啦 其实我是苏思月 今年24岁 来自于上海 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招商主任 哦 你的名字叫苏思月 对 苏思月 祝大家中秋快乐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来 带来讲才艺展示 我为大家唱一首歌 爱的主打歌 好时尚啊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初打歌 你在说什么 我突然觉得我们是在天宫里面 受到了玉皇大帝的待遇 你看嫦娥 我们吃着月饼唱着歌 还有门神对吧 角落里面还有天鹏元帅 是吧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表演 你们讲恭喜你 下面我们要面对镜头 留下我们今天的 《赫萨佑健康美丽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海中有请 我们非常期待嫦娥仙子 能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具 好啊 非常好 我们俩人特别像这个楼盘开业之前 要进行揭幕和剪彩 今天这个揭面非常特别 我们稍微一个人来揭面弄 看看 罗老师准备好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揭面 做得真好 月饼好吃吗 好吃吗 月饼真不打电 不好吃 不是 我要放玉兔养你吗 我天狗 好 姑娘来 选择一位你最心仪的男生 嫦娥相中了这一位 我今天就是来收了她的 非常好 好 我们还要选择一位 来坐到这个位置上 一直帮你说好话 呵护你 选择谁呢 就是那位谢威 谢威 好 就很帅气啊 好 好 第一印象 谢威 女嘉宾你好 嗨 你首先来自月球 你不光来自月球 你还把月球的引力带了过来 全场男嘉宾都嗨了 都飘起来了 谢谢 非常好看好你 谢谢 谢谢 开心 没有 我小时候就有 就一直有一个武侠梦嘛 然后刚才看到女嘉宾下来 有点小龙女的感觉 就是两个白鲨一炫 让她飞下来 男嘉宾 我觉得你特别像刘谦 就是魔术 不可能 真的吗 对对对 待会儿可能会 也会变魔术 好 女嘉宾啊 男人的话 跟你阿谀奉承啊 夸奖赞扬 呃 嘘寒问暖 这些都是假的 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他说出来的话才是真的 只要你今天不给我这颗心 你什么都好 哈哈 女嘉宾你好 还没有唱的爱的主打歌 对 我相信你今天是 舞台上的主打戏 啊 谢谢 谢谢 我今天是来选天鹏元帅的 因为我唱的是爱的主打歌 朱大哥嘛 你看他眼熟嘛 黄栋 会不会似曾相识 上辈子留他的缘分 哦 朱大哥 不是 女嘉宾 我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了 原来你在这儿 你觉得我还没吃完 我告诉你 我真是第一次见 那么热情奔放的嫦娥 也第一次见 画那么多的嫦娥 完全收不住 来 给你一个机会 进行今天的第一次 喝彩有健康魅力之曲 这颗爱心送给谁呢 有人最不想得到 也有人非常渴望得到 嗯 选给刘谦吧 就是长得像刘谦的那种 2号 叶佩希 啊 谢谢沈仙姐姐 真是沈仙姐姐 恭喜 佩希 好 我们再通过一道VCR了解一下 这位沈仙姐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思悦 平时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我都是属于朋友的开心果啊 在家里的时候 喜欢安静静啊 看一会儿书啊 听一会儿音乐 甚至可以一天不出门 我的兴趣还好有很多啊 比如说会去定期的健身 打羽毛球 游泳 那平时我也会和一些好朋友 相约去交游 可以让我有一种远移城市 喧嚣的一种感觉 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呢 是能带着我上前走的 嗯 我想和他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共看世间每一处风景 谢谢看着编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嫦娥也回去换了装装 是 想知道他生活当中什么面 嗯 我们要再次有请出苏思悦 来 有请 有请 真漂亮 好 我们打开两张配合牌 了解一些关于思悦的具体资讯 苏思悦呢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学的是酒店管理的本科 现在呢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担任招商主任 年薪就要拼搏比较 认为自己的这个努力 就会有机会 男女一定要平等 这个经济独立好处多 男女一定要平等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女嘉宾 专门把她当成一个 不可怕内容写的事吗 你是研究宪法的 是这样的 就我一直觉得男生做的事情 其实女生也可以做 但女生做的事情 你们男生就不一定能做啊 对 生孩子反正是男人肯定是生不来的 对 当然有些事情也需要男生配合的嘛 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男女要平衡 以后这个孩子也需要男人来生 你们愿意吗 我理解的男女平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像有句话叫人生而平等 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对 有人生下来总有高矮富贵 总有一些命运上的差异 甚至是家境上的差异 但是我们互相尊重是因为我们精神上是一致的 我不能因为我比你好 或者你比我差 我就鄙视你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至少这是我对男女平等的理解 比如说我一个好闺蜜 可能她家境一般 她的男生呢 她的家境大概略好一点点 这男生就会气势凌人的就是这样子 觉得自己很强 就是觉得你学历一般 然后家境条件一般 赚的又没有我多 她就觉得她就可以很气势凌人的就是这样子 我很要强 我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觉得男女平等 其实就是经济上一定要一个男女平等 所以我在不断地努力 我能问一下你目前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当然这是你的秘密 你可以保密 你可以保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来这节目真的是很想牵着我心意的男生 我觉得让他了解也很正常 我一个月是在基本底薪是在一万块 然后可能还会有提成 提成的话就是按一个月的租金再这样算 就收入一定会超过一万 对 在她这个年龄这时候不算低了 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女嘉宾根本就不需要把这个男女平等看得这么重要 我觉得我从大一到现在遭受过男女不平等的大余太多了 我大一大的时候出去兼职 然后人家老板看着我来就说 男生等着吧 旁边来一女孩又 过来快快快快快 我就觉得女嘉宾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谢谢 男嘉宾我就要看到你我很有保护你的一种欲望 我爱饭饭了 我觉得你好可爱哦 真的这好可爱没有别的意思 谢谢 佩欣欣今天夸她是小龙女 在她眼里你就是小龙虾 这个空间身上有一点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 她说了半天自己要男女平等 实际上她是这样的 她在要求跟男性有更多平等的权利的同时 她也会履行更多相应的义务 证明她是一个特别副雏型的人 这点特别好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来 所有男生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有非常多的男生选择继续关注 我们翻开另外两张扑克牌 苏思月谈过两次恋爱 但是因为对方移民 自己的父母又不愿意去国外 就此措施了 她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30岁左右 方中信型的 这个小事呢 由她来管 大事由你来定 女嘉宾你好 你这个恋爱有一次是因为对方移民了 然后 你的父母不愿意跟着他一块去国外 对 跟着你们走是吗 对对对 她是我们大楼里的客户 就是一个员工 然后我们就撑那个电梯 我就是大楼电梯 一直会遇到 然后在电梯里呢 我觉得 哇 那个心跳得好快 就是这样 然后我会脸红啊 因为经验不足嘛 就会脸红 然后她就觉得我脸红很好玩 就会对着我笑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电梯里 就是眉来眼去 嗯 不说话 就不说话 就抛个眉眼啊 就没有那么夸张啊 就是笑笑啊 就眉目残情 就眉目残情就是这样 然后大概将近好几个月 然后突然有 因为我 好几个月的 对 你们俩都约好了 一会儿做电梯 然后就 你确定他会修话吗 这就是缘分 你们知不知道啊 每次开电梯她都在里边 她每次都在电梯 不不是 她是修电梯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就 后来怎么样 她就是我楼下的一个客户嘛 那后来 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问题就是出在 她的家人一直安排她去 就移民 移民呢 她有说过要带我一起走 那移民是要有两年移民间的 是不能回来 但是我父母在上海啊 我不可能带父母一起走 他们的朋友 或者说他们 平时一些生活习惯 都是不适应就是国外的 所以我不愿意走 因为我以前 当初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提过我要出国读书 妈妈可能就 就很随意地说一句 你要出去没有问题 就是我不太舍得 那你说我出去读书 她都不太舍得 我如果说 跟着一个男人走到国外去 那我觉得她更加会不舍得 那父母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他们已经过半百了 那我觉得我应该多一点时间 去陪伴他们 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是这个事也给我们很多启发 希望看电视的男女年轻人 以后可以多利用电梯这个环境 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人 这真的是缘分 嘉宾你好 你好 看你这个地势张牌 你说这个小事我管大事拟定 在你眼中什么是小事 什么是大事 小事我管就是说 可以说我今天很 就比如说我以前 和男朋友出去的时候 他会问我今天吃什么菜 吃哪里 这些事可以由我来决定 但是当我碰到 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没有找到 没有执席找到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焦急 我会问他 怎么办 我到现在还没有工作 然后他就会帮我说 你可以现在去读一些什么书 然后去应聘什么工作 你可以往这条路去发展 我是愿意听他的 你在男生们做选择之前 你还要送出今天的第二颗来 进行我们的 赫萨有健康魅力之选 给一号吧 给一号 江方舟 对 好 我抖抖花花的说一句 谢谢 我也不太愿意再多了 好 接下来各位男生 要做出你们的选择了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有相当多的男生为你留牌守候着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位或几位男生 来提出同一个问题 选择谁呢 马老师 马徐俊 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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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的动作 甚至一句话 让我想到都会觉得笑好久 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幽默的人 这是让我最打动我的地方 所以说你就喜欢幽默 就是幽默感比较强的一些 应该说我想生活变得更有趣一点 所以说你喜欢郭德纲 是不是 我跟郭德纲 我跟郭德纲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知道 就像你说的 你为什么会想到郭德纲 因为男生可能幽默啊 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真正能有幽默感 在生活里面做到有趣的女生 其实不多的 对 好 其实你看男生啊 有些男生像我这样长得很高 壮壮的 其实我觉得男生都一样 就回到了家里真的都是一个孩子 男人有时候真的很累 如果到家的话 女生会跟他说一句 没有事的 有我在就可以了 所以就需要一个 比较温柔型的女孩子 比较适合你 其实是男人比较脆弱的时候 希望这个女生比较温柔 女生给予最温柔的鼓励 和最有力的支持 对 好 好 下面呢 你要向男生们提出 有个要求 获福跟你要求的 他们主动翻牌 你要求是什么 喜欢短发的女生请关牌 你不愿意剪到你们长发 对 我不愿意 头发 剪短了再留长 留长了再剪短 这就是人生啊 但我觉得明明有一些男生 是既喜欢短发的 也喜欢长发的 实际上已经翻过去了 也许她已经听上了这个女生 对谁更有意思 有可能 下一个要求 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请关牌 好 因为男性也可以成为家庭的主力 而让女性在外打拼世界 现在有很多超级奶爸嘛 对吧 但是不少男生翻过去了 深重地提出你的下一个要求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不太想讲话 可能会过两天才会去解释 我不知道这个男生可不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请关牌 你需要一点冷静的时间 对 去自己处理 女性会像这样的女性做 太急迫地要求对方的回应 可以接受吗 你 还行吗 哎呦 没问题 还有吗 好 好 那我想经过重重要求之后呢 我们有必要请出这位 为你守候的男生 他就是5号 马徐骏 请出力 好 也请思雨上前一步 在马徐骏表白之前 因为你毕竟把谢威请到 红尾子上做了半天 这个马徐骏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也没有那么轻易 来跟女孩子表白 所以我想安安静静地下去看 走之前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他的笑点没有那么高 你不见得非要成为郭德纲 你也可以成为Russell Peter 或者那种十万个冷笑话 很多选择 加油 是你跟他表哈 给他一个机会 是这样就是我回到这个舞台 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铁树 可能开不了花 机会没有看到我下来表白 我觉得只是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今天其实你说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在我身上很奇迹的 居然是一个都没有翻过去 因为我是那种特别麻烦 特别龟毛的人 至于其他的 我们俩有很多地方是有共通的 就比如说你说你工作很努力 我的工作也很努力 现在我有时候忙起来的话 可能三天睡不到六个小时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真正 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愿意为之奋斗或者付出 也许包括家里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身体要紧 我也知道 但是有些时候我就是停不下来 每天醒来的时候 就感觉是被梦想烧醒的 我觉得更多我可能也说不好吧 但是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我很喜欢音乐剧猫里面的一个唱段 叫《Memory》 我想唱一小段 就在里面 《Memory》 《Touch me》 最后作为一个文艺青年 我特别喜欢塞琳格在《破碎故事之心》里面那句话 有没有认识 爱是性 是婚姻 是清晨六点钟的吻 是许多孩子 但是我觉得爱是想触碰 有时候回首 曾经那么多次 我有想触碰的时候 我都收回首 但是今天我想触碰 我希望你牵着我一起走 思雨 看在你面前的马徐骏 我相信在这个舞台上 上来很多女生 对马徐骏都是有好感的 她们多少都有这样的梦想 牵着马徐骏离开这个舞台 今天这个机会本身没有面前 你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吗 那刚刚你唱的那一段 就是有一些要敲碎别人 想想的心脏这种感觉 我只对我喜欢的人温柔 我们一直相信 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一心正心 你就是明星 天窝茶庄 谁能百里挑一 由天窝蜂蜜柚子茶 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睡个宝 还有天窝蜂蜜柚子茶 蜂蜜带来健康 柚子带来美丽 健康美丽 喝下哟 天窝蜂蜜 有茶 全方位浮动T恤 非科T恤刀 哇 更快的网络速度 哇 更好的信号覆盖 哇 全球高速数据漫游 急速好网络 智能新生活 中国联通 华武遗云笼罩叙利亚 谁是始作用者 叙利亚交出华武能否换来和平 我说了 因为美国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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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这一分东方卫视 敬请关注 将人生科沃斯机器人冠名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让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马老师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好像和今天不太一样 就之前看节目的时候我会觉得马老师说话还蛮犀利的 就是有一些要敲似别人小小的心脏这种感觉 但今天我当面见到马老师 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 更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人会唱歌剧 那刚刚你唱的这个那一段 我突然觉得就像大剧院一样 但是你也知道我 等一下 我要解释一下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很多人觉得我犀利或者觉得我毒舌 可是他们不知道一点 我只对我喜欢的人温柔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我这次来就是对着我心意的男嘉宾来的 你已经说出了一个秘密 你所选择的这个人并不是马学主 是的 但是思雨我也请你要考虑一下 你所吸引的那个人其实并没有给你了 也就其实你已经从内心知道了 以你在商场打拼多年的经验 你知道这如果把它比成是一场博弈 或者一场交易的话 这个交易对价其实并没有获得成功 你最后能够达成的 你低我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爱情不是交易也不是生意 我的另一半也不是我的客户 我觉得该努力的时候还是要去努力一把 就算牵手失败至少我是努力过的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谢谢马老师 让我看到了你温柔的一面 我不是一个喜欢麻烦和纠缠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更加欣赏你 因为可能我们俩这点上也是一样的 目标确定了之后就勇往直前 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 但是我希望你像我一样能尝试一下 我知道你也会的 那good luck 最后祝你将来能够找到一个有过的钢班 一个幽默的女生可以孔得你很开心 谢谢老马 好 思悦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像你坚持的那位表白是吗 是的 你确定 你真的确定吗 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我们觉得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努力 但是我特别喜欢你刚才听一句话 爱情不是交易 对 说得好 他拒绝我让他把月饼吐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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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择了这位至始至终都是 9号 浩俊 浩俊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直在 我因为在爱情当中思想还是蛮传统的 就是觉得在追追人追追对方的这个应该是由男生追女生的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鼓足了很大的一个勇气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自尊心很强的人 上一次的恋爱结束我一直觉得我可能心不会再动了 但有一次很偶然的看到就是电视上看到你 我觉得我的心又就是跳得很厉害 我觉得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然后之后我就通过微博去了解你 我看到你有去度假你喜欢度假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度假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兴趣爱好是相同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相处的话应该是可以相处得很好的 我真的很想就是可以和你走牵手一起度假 那觉得如果说因为有白云的陪伴天空是快乐的 如果有花草的陪伴大地是快乐的 那我相信如果你有我的陪伴你的将来一定是快乐的 谢谢 曹俊在你面前这姑娘刚才通过这一番了解 你已经对她了解很多了 可是我知道曹俊在个性上来说是习惯有独立的 是 所以这个女生她无论她在口头上 还在现实当中 她都是极富独立性 而且她愿意给男性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 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今天很戏剧化 马老师也站起来向女嘉宾表白了 其实我考虑过 其实在有些方面我和马老师在精神层次上的要求 也许会略微地相同 而且特别是洛老师那天讲的 其实最关键的那个点 我为什么总是也有人说我很挑 其实我真的没有找到那个我觉得适合我 能够很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也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自己能来 如果需要另外一个人帮我做 那她一定要做我不能做的那一部分 如果她只是一味地依附我 我觉得一个人 两个人还不如一个人 今天女嘉宾在各个方面硬性或者软性条件上 其实真的是蛮符合我则偶要求的 我刚刚关牌也是因为你的某些翻牌问题 就好多真的还是不符合 其实我也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 刚刚女嘉宾也有一点打动我 就是你说的 我从你恋爱经历来看 就发现你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但是你今天能够很大胆地做出一个表白的话 在我看来已经是跨出了那么一大步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太好了 我们一直相信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一心正心 你就是明星 全方位浮动剃须 非科剃须刀 嗓子干咳痛 得喝点什么才舒服 一杯蔓延舒凝 不仅缓解症状 更能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嗓 清喉沥烟可力 蔓延舒凝 酸酸 少得不敢相信 这 我说我怎么这么妥 康盛法谈酸菜牛肉面 酸菜加量 酸爽加倍 不止酸爽 酸菜加量更爽 康盛法谈酸菜牛肉面 最嗨的选手 最爱的游戏 最新的奖品 游戏节目 真分夺秒 科沃斯机器人 真分夺秒 真分夺秒 由智生活 想人生 科沃斯机器人 冠名播出 房尼 喊 在线 海奴 我觉得给自己孩子 当奴隶 那是天经地义 真是虎妈 这当妈的就应该如狼似虎 大声门吐棒 大声的喊 你就会把什么都忘掉 孩子该如何是好 你不认错街板 你帮上睡觉 我没有错 我也不认错 东方卫视 9月27日起 狐渴 杀意 夫妻荡 莲媚 当海奴 梦想剧场 由杯装奶茶领导者 香飘飘奶茶 独家冠名播出 你今天能够很大胆地做出一个表白的话 在我看来已经是跨出了那么一大步 但是怎么说呢 可能真的是我在这个台上站的时间久了 这样子你嘉宾好不好 我们很理性地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给我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考虑一下 我真的真的真的会很理性地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会再去找你 谢谢 欧老师 我提出这样的请求可以吗 当然 关键是你可以提出 关键是 慈悦能不能接受 可以 我都说了 就是大事 你管 小事 我做决定 那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说是大事 所以听你的 真大度的一个孤点 你等着我 好啊 暂时有个结束的结束 谢谢曹骏 其实我可不可以 有个要求 就是可能 今天我们没有缘分牵起手 但是能不能让他牵着我的手 带我离开这边呢 可以吗 曹骏 可以吗 可以吧 好 谢谢 再见 真是遗憾 我特别要跟黄文灯说 我一直在期望 他最后一句话说 我把这个红心送给你 但是 他没有做这样的事 女人的心很难捉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拿一颗心这么难 只能说得知我心 是知我命吧 那么就说 彤文灯今天也是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最后一期 是 按照我们游戏规则 你只能暂时离开我们这个舞台 没关系 因为我离开 因为我离开总归有我离开的理由 经过这段时间就是跟大家相处 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闪光点 都有很多我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他们站在这个 谁能百里挑一的舞台上 我觉得 他们对得起这个节目的名字 我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离开的话 也是合心合理的 其实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反思 或许可以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但是我们更期待你 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 当你回到生活的时候 你肯定已经找到你亲爱的另一半 谢谢两位老师对我的祝福 谢谢你 好了 好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到时候又结束了 再次感谢天文风部有点茶 对本节目的独家观伴播出 下期 学生的脉头衣 我们不见 不见 对本节目的独家观伴播出